大家好 我是舞秋風 又到了一個禮拜一次 秋風回覆您留言的時間啦 因為這個禮拜真的好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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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沒有時間慶祝 就是辦50萬的活動 沒關係 過一些日子就會辦了 結果回顧一下這一個星期我到底在忙什麼 我好像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忙什麼 感覺就瞎忙了 不知道在忙什麼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經驗 不管了啦 我來回顧一下這個禮拜 我到底在忙什麼好了 這個禮拜我從蘭嶼回來 然後那個也有拍一個秋風回覆您留言 裡面好像真的有飛魚 告訴你們 真的有飛魚 我自己是沒找到 觀眾幫我找到了 他說三分鐘的時候真的有飛魚 我去看 還真的有 還飛很久 我一開始以為飛魚就這樣子 跳一下滑一下就沉下去了 沒想到它可以在海面上飛這麼久欸 出乎我的意料 你們有時間你們可以再回去看一看 真的有飛魚在飛 這太誇張啦 防波堤上居然有山羊 我跟你們講 在蘭嶼 不只防波堤 馬路上也有山羊 海邊也有山羊 山上當然也有山羊 他們還會站在山崖上 你沒有聽錯山海上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發現嗎 因為我在 那個 看風景的時候 忽然怎麼會想說 怎麼會有落石 又沒有下雨 怎麼會有落石 結果抬頭一看 不只一隻的山羊 就站在山崖上 可能我大驚小怪吧 它畢竟都叫山羊了 站在山崖上有什麼好了不起的對不對 不過我覺得 第一次看到也是會震驚一下 想說 你到底怎麼上去的 好啦 這不是重點 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這禮拜做了些什麼 喔 這禮拜吧 戰國美少女完結了 所以 子龍在這個故事裡面 做了什麼事 老實跟大家講 我也不知道他做了什麼事 不過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確定的 他的配音員 跟知田信長 是同一個人 我覺得子龍可能去當大魔王了吧 所以 所以就這樣了啦 我們看下一題 德瑞克的拳頭 強勢回歸 衰神 來歷 沒錯 這禮拜 我還有一個新連載 秘境探險3 我們的 鐵拳 衰神 又回來了 希望這一次 不要再這麼衰了 他已經夠衰了 已經衰了兩代了 這一代希望他不要再這麼衰了 可是我覺得 應該是不可能的 我們看下一題 你有很多秘寶沒有拿啊 我相信有看秘境探險2的人 應該就知道 我 根本 對秘寶 一點 興趣都沒有啊 完全不想拿 當我拿到秘寶的時候 第一個直覺就覺得 我走錯路了 所以才拿到這個秘寶 沒有走錯路 就不會拿到秘寶 所以當我拿到秘寶的時候 我就第一個直覺就是 啊 一定要走錯了啦 又要往回走了 所以我對秘寶一點興趣都沒有 最好一件 都不要拿到 順順利利的過關就好了 好不好 我再看下一題 秋風秋風 風子玩很大 這個頻道 是由誰管理的 既然叫做風子玩很大 但是秋風和紙片共同管理的 最近風子玩很大出了一個叫做風子爭霸戰的節目 那有興趣的人 可以去風子玩很大這個 這個頻道看一下 我們的影片已經推出了 第一集正式上市 第一次是料理爭霸 然後我們每個星期五 在這個頻道會有直播 晚上十點 歡迎大家來看 我這個禮拜還有忙這件事情 再看下一題 秋風 為什麼不多拍一些手遊的實況 我以為我手遊已經拍很多了耶 想不到 你們居然覺得不夠 既然這樣 我之後考慮開一個表單 然後讓大家來推薦手機遊戲 就是來推薦 那我會先去試玩 我覺得不錯好玩有趣 那我就會實況 好不好 這樣可不可以 不一定要手遊啦 小遊戲都歡迎大家來推薦 之後開表單 那表單再公佈給大家 就這樣子好不好 那接下來就還是我們去試分享的時間 齁 秋風秋風 有一次我在電梯裡 不小心放了個屁 幸好聲音很小 對方沒有發覺 為了不讓對方聞到 我就拚了命的 把臭味吸光 一分鐘後 太好了 他沒有聞到 我就放心的鬆了一口氣 忽然 對方說 你的口很臭耶 你吃屎了嗎 我心想 吃你妹咧 不是他是講 你妹才吃屎咧 不是你想的那樣 無語 我跟大家講 在電梯裡放一個屁 不論你多麼用力的吸 因為屁是四面八方擴散的 一定會被聞到 不要這麼蠢 還拼拼的吸 留一點給對方吸吧 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不信 在電梯裡放一個屁 因為放屁哪人之場景 放屁是很自然的 如果你真的不信放了 那... 那... 那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